大家好,今天是2月6日,星期一,2月份第四個交易點 雖然只是過了三個交易點 但是2月份的股市已經初步出現了一個先高後低的形態 由於高位是22,311點 就是說如果往後沒有高過這個指數的話 我估計2月份在中旬之前先高後低的形態會暫時維持 先看看指數 恆指上個星期五先是低了147點去到21,811點 之後有少少拉升到21,820點已經沒有法治再推進了 在沽壓甚下湧現下 日中的低位是見過21,459點的 技術上是跌了499點之外 恆指亦都進一步跌穿20天的平均移動線 最後指數是收起21,660點 相對星期四跌了297點 成交金額1,299億 先看看移動線 以指數收起21,665點計 其實已經是第四天走在10天平均移動線之下 10天線現在在22,023點 至於20天線 由於已經升到21,690點 即是以指數收起21,660點計 相計跌穿10天和20天線 如果這樣看 在過去四個交易天 恆指連續四天在日中走在10天平均移動線之下 而其中有三天是低收在10天線之下 到星期五就進一步跌穿20天線 即是說這一陣跌破應該是可以信任的了 換句話來說 不是反覆緊構高台的格局 已經不是了 已經出現了逆轉 成為一個技術上的調整線 一直以來強調一點 由去年10月31日的低位14,597點 開始上升 去到1月27日的高位22,78點 在12個星期之內 是升了8,103點 其實幅度不小 問題是市場會進入一個技術上的高台消化 還是進入一個技術上的調整 如果指數一直咬著22,000點 這是屬於高台的整固和消化 但這一刻不是這樣的事情 而是已經連續四天天 中走在10天平均移動線之下 而且以上星期五收市 連10、20天線都相繼失守 這不是高台整固 是一個調整線 調整多久 調整多深 這才是我們要關注的問題 首先計算8,103點的升幅 一般來說是調整31.8% 或者61.8% 那些不要計算 我就當你三成了好不好 調整三成是多少呢 指數是會涉到下去250天線 甚至兩萬點大關的 第一提大家 250天線現在是在20204點左右的水平 即是指數仍然有一個空間下調的 這是純粹從技術上的策度 再看看跌的時間到底有多久呢 剛才我才提到市場上升了12個星期 如果技術上的調整2到3個星期 很正常 即是由1月27日開始見頂而調整的市況 可能維持2到3個星期 亦都預計去到2月中旬之前 市都是反覆不前的 既然處身於這樣的環境和氣候之下 投資者當然是不要急不要用了 就等市調整一下之後 然後再做部署了 沒錯 牛市一期已經展開 但一期的牛市 它不會說永遠只升不跌的 中間有少少調整有什麼出奇呢 其實在我的全州分析已經指出了 大市的上升勢頭 差不多是去到50度角 其實真的比較潮的 一旦市是跌穿了 一直維持一個上升通道的底部 情況就比較麻煩一點 低價買的那些會先行回套 高墜的那些可能怕它會震一震 甚至乎減遲 所以這一刻來說 最重要是看自己持倉的能力和能耐 持貨少的問題應該都不太大 但重倉的不做風險管理 自己就辛苦的了 好了 組織分析就講到這裡